长公主 那他就为皇帝殉葬 让王廉也常常丧亲之痛 说罢长公主便自吻于众人面前 王廉顾不上其他 赶紧上前抱住长公主 但为时已晚 王轩见母亲自吻于自己眼前 急火攻心 当下晕了过去 萧綦见状赶紧上前查看王轩的情况 发现王轩身下出血 在这一日 王轩不仅失去了自己的母亲 还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王轩的眼泪 仿佛都在这些天流尽了 不管王轩如何伤心 命运的齿轮都不会停止转动 皇帝的丧事 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太子子龙也在一个即日登基 成为了大成的新帝 并命萧綦府政 温宗慎官府原职 皇后则成为太后 谢宛如封为皇后 王轩和萧綦 宋长公主下葬后 问起朝廷的情况 萧綦说子龙下了密令 杀了先帝请宫里所有的衣冠 工人 令皇帝驾崩的事实 盖棺定论 至于王令 子龙和太后念及同族之情 不表其谋逆罪过 只给了王令一个结党营私的罪名下狱 这样也能免王氏一族遭受牵连 王轩还期盼着子龙能放过王令一命 但残酷的事实摆在眼前 三日之后 王令就将被问占 萧綦劝王轩去看看王令 毕竟王令是他的父亲 子龙想要彻查王氏一族谋反之事 想要查出朝中还有谁是王令的人 太后却反对子龙继续查下去 说王氏是他们的母族 也是氏族的代表 子龙心下不满 觉得自己已经是皇帝了 如果氏事还要太后做主 那不如让太后废了她 两次宫殿已经让子龙心惊胆战 如果不是萧綦 她根本做不上皇位 太后却让她不要太感激萧綦 臣子守护皇帝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如果要封赏 给她一张免死金牌就可以了 这边 谢婉如被太医诊出了喜脉 她得知消息后 便去找太后和子龙 说了这个好消息 子龙欣喜不已 太后脸上却没什么笑容 欢迎谢婉如有韵为由 不让她掌管后宫事宜 子龙不懂后宫权利争夺 一心希望谢婉如好好养胎 便也劝她听太后的话 太后让人带王廉进宫 送她最后一程 王廉虽然已经沦为阶下囚 但见太后还是一副高傲的样子 还指责太后背叛了王氏家族 说子龙根本没有能力做这个皇帝 他要成大事 自然连至亲也不会在乎 太后却说王廉早就重叛亲离了 王廉心中凄凉 不再多说 只是默默饮酒 太后又向王廉保证 只要有她在 王氏绝对不会落寞 太后对谢婉如十分防备 谢婉如有孕后 她便不让子龙去谢婉如房里 美名其约爱护谢婉如 谢婉如怒不可遏 对子龙的不作为也很心寒 一旁的下人劝谢婉如不要动气 担心隔墙有耳 谢婉如则按下决心 下次一定要灭了王氏女的威风 子龙去向太后请安时 问太后为什么决心杀了王廉 又要给萧綦一块免死金牌 太后此举就是要挑拨王轩和萧綦的关系 如果王轩知道萧綦手里有免死金牌 一定会求萧綦救王廉 如果萧綦救王廉 就会引起手下将士的不满 而且就算救下王廉 王廉发配边疆也活不了多久 如果萧綦不救王廉 那王轩和萧綦之间就一定会心生嫌隙 王宿突然到豫章王府里找王轩 王宿求王轩 让萧綦救救王廉 觉得萧綦对王轩言听计从 一定会听王轩的话 王宿苦苦哀求 但王轩心里却十分纠结 不肯答应 王宿以为王轩已经对王廉恨之入骨 王宿又说自己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一家人其乐融融 现在母亲没了 如果王廉死了 那这个家就真的散了 如果王轩不肯救王廉 那他就自己去救 我需要宁可 那套 我需要宁可 我需要宁可 感谢观看